這邊這兩台是我們的自動採樣機 採樣機的目的主要就是我們要先把藥品做一些採樣的記錄 這些記錄的話這個我們採樣的數目可以按照機器它可以取出不同的數目 不管是你要拍三十六張或者是一百八十張都沒有問題 看你的藥品想要驗多少檔案都沒有問題 這個機器可以去採樣的整齊就可以把採樣的部分做起來 做完以後每一個藥品都會有它的資料庫 不管是緊張的照片就是它一個完整的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它會匯集到我們的辨識器裡面來 我們先看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的辨識器 那辨識器的話它運用的原理就是它從上面去掃這個藥品 要帶上面的QR號 那下面的話它會去拍這個藥品的照片 那這個照片就是從剛才取藥機過來的一個資料庫 它會去做AI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當我們這個藥品我們要是調劑完之後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上面會有一個QR號 那我們這個機器它本身就可以去做 看看它拍的照片 跟我們的資料庫的品是不是一樣的 那如果這個藥品是對的 上面就會告訴我們要是調劑的 然後這時候這個機器一樣也可以幫我們測試的出來 那這時候這個機器一樣也可以幫我們測試的出來 那這時候鑰匙可以在高頂上 然後裡面的藥再拿出來重提再做檢查 可以提醒我們問你裡面可能有 當作藥或者是有可能要去做 那這個的話可以增加我藥品在調劑的選擇 那就是現在